我跟陳大哥當同學 對 然後從第一堂 然後叫他去坐車 然後才知道他去桃園 然後才覺得 喔!他怎麼那麼厲害 有辦法從桃園到這邊來學習 簡單 真是佩服 要是我我可能沒那麼去桃園 所以陳大哥恭喜你 謝謝你媽媽 謝謝